持续炮轰 华航罢工刚刚结束 但影响持续扩大 国营事业蠢蠢欲动 不满电业法修法 台电工会 酝酿罢工 我们的国营事业 像油电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整体的 这个影响 社会的影响 比华航要大很多 那经济部跟 我们所有所属的 这个国营事业 之间的这个沟通管道 其实是顺畅的 经济部长李世光 透露30号 要跟工会打交道 解除罢工火种 持劳资纠纷 一波接一波 新制度一利一休 引起资方反弹 工商大佬不领情 727号晚上 李世光拜访大老板 值协商成果 七大工商团体 不满意 站在七大工商团体 当然不可能 双手双脚的赞成 原就新的这个版本 这个很清楚 那他们 其实希望看到的是 最后的这个 这个行政院版之后 再来到立院版的时候 那个法规 是不是有问题 至于修法草案 李世光强调 政院版会先提出 直从七天假 便一利一休 劳资双方都不满意 三星文徐世廷 于城湖 吴凯中 太友商务报导 谢谢法庭 好